這個部分我們在Portal的最新消息裡面應該可以找得到第一次第二次 第二次上課就上個禮拜了 然後我們主要是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我們範例檔案裡面有一個練習題 這個範例檔案裡面的這個練習題就是 在文字比資料函數的這個範例裡面 找到那個選課資料 一樣記得你開啟的時候呢 我不知道直接點兩下可能會用那個另外一個試算表工具 那最好是用按右鍵開啟 用以下來開啦 這樣應該比較沒問題 那這個範例的話呢 其實主要就是說有A班跟B班 A班跟B班 那我們主要是針對A班的資料做統計分析 那其中的部分的話呢 當然我們做了什麼 細索 因為原來的這個C跟D原來不存在的 我們是把B欄的資料 那因為B欄的資料其實它至少有幾個訊息 包含什麼 包含就是它這個在前刮虎的前面 其實就是它系所的相關訊息 比如說教育系 心腹系 社交等等的這些科系 那如果我想要把這個科系的名稱 把它放到這個C欄得到一個系所的欄位的話 可能這個欄位本來不存在 那我需要把它獨立出來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OK 另外第二個訊息是說 它的班級裡面還有一個就是幾年級 那幾年級的位置也蠻固定的 剛好是在後刮虎這個位置的下 下兩個字 因為這邊好像還有多一個空白 所以也是找到刮虎的位置的下一個兩個字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字給取出來 放到年級的這個位置 那你說為什麼要特別需要獨立出這兩個欄位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後面我們要做樞紐分析 因為如果你要做樞紐分析 假如你沒有這個欄位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做一些後續的樞紐分析 OK 你不能說你直接把班級 直接把這個班級的欄位丟給那個樞紐分析 請你幫我分析細紐跟年級 抱歉 他沒有辦法 OK 所以將來的話你要做一些資料分析的時候 通常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具備有的那個欄位資料 可能它 它的 你要的資料可能是在這個欄位裡面的某個部分 像這個地方有沒有 細紐它就是在前面 年級剛好在後面 所以如果你要獨立出來 當然還有什麼 瓜虎裡面的資料 瓜虎裡面資料如果要取出來 比如它到底是什麼 碩士班呢 還是學士班呢 甚至博士班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獨立出一個欄位 比如這個你如果假設要練習的話 你還可以獨立出它是什麼 它是碩博士 學士或碩士 比如說你可以再多一個欄位 叫什麼 學碩士 比如說學碩 學碩士 假設我多一個這個欄位 那一樣可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貼到這邊 複製這個格式 那如果我要取瓜虎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怎麼做 那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那其中的話呢 最重要就是用到幾個函數 包含就是像這個細索 我當然第一個想到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LAPT 只是裝LAPT這個函數是取 那個 左邊算過來幾個字 但是問題 你要幾個字 它 畢竟 這個字數不同 所以呢 我們是先 怎樣 先用一個LAPT 然後 在LAPT之前先用PHY 好了 PHY這個錢瓜虎的位置 然後呢 把這個位置再往前推嘛 比如找到應該這個是第1 2 3 4 5 第5個字嘛 可是我只要4個字 把它簡易比較好 所以我記得 好像我們做完之後的結果長這樣 OK 所以細節部分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上個禮拜的影片 教學裡面都有 那我第一個階段是用PHY PHY什麼 PHY錢瓜虎的位置 不過這個錢瓜虎可能要特別小心 這個錢瓜虎 它是一個全形的錢瓜虎 不是半型的 半型就是你直接按序格鍵 去打那個瓜虎 半型跟全型 在ESale裡面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因為上禮拜好像同學 用到是半型的 結果奇怪為什麼就失敗 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認為 這個半型跟全型是不同的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我們把這個細索的部分做完之後 那當然我們就畫了個圖 什麼圖呢 就是一個細索的占比圖 那我有做一個直條圖 所以最後呢 最後呢 利用什麼呢 利用這個 直篩選 得到前五名 前五 假設我希望呢 可以幫我把那個細索 占比 排在前五的抓出來的話 那這個就是上禮拜講的 其他另外你還可以除了畫一個佔比圖之外 你還可以畫一個細索的直條圖 所以上禮拜就是把這個資料 把它畫出這一個跟這一個 那也請同學自己做一個什麼 年級 年級的話就是這邊 那這個年級怎麼做出來的 其實年級這個做法 它其實得一同 第一個我是先找後瓜圖的位置 所以先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文字這個地方的那個什麼 Fy函數 Fy函數 那Fy什麼呢 Fy後瓜圖 當然了 後瓜圖 如果假設你這個 這個後瓜圖 你不會打的話 你可以把它複製貼過來 那如果假設你要打的話 我的習慣是先把它切成那個 這個中文 因為每個人輸入法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跟我一樣 用新租音的話 如果你是用那個中文 而且是新租音的話 你只要在這邊 打一個前導字元 這個前導字元 就在 左上角那ESC的下面 有個波浪形狀這邊點一下 然後再打Shift加上9 就是這樣變全形的 給全形的 這個瓜圖了 但如果你假設沒有前導字元的話 你這樣直接Shift加上前瓜圖 有沒有 這個就半型的 那其實怎麼判斷呢 你選它一下 就知道有沒有比較短 如果全形的話 一個前導字元 Esc,下方這個按鍵按一下 它會出現有一個 好像斜線 一個點的這個 斜線的點 然後按Shift加上9 這樣就OK了 我要找前瓜圖 如果後瓜圖的話 這個應該是年紀 年紀應該是後瓜圖 所以後瓜圖的話一樣 前導字元 加上後瓜圖 可以Enter一下 後瓜圖的位置 在哪邊找 在這個儲存格裡面找 找到之後第七個 那我應該要的 這個二年二的話 應該是在第七 第八 應該是第九 OK 所以我按確定之後 那我知道 這個位置是第七 那我的位置應該是第七加二 所以把這個公式 選起來就再減下 我要第二次 利用MID函數 因為 它的字 其實不一定是 MID 其實你可以用什麼 用Long Right 不過後來我看一下 Right好像不行 因為Right好像 它右邊還有 有的有的沒有 如果全部都沒有 那OK 可以用Right 可是有的有的 那你就用MID 所以把它選起來 第二階段就是減下 減下之後 插入第二個函數 那用MID OK MID的話 就是MID 從中間取資料 那把 跟它講說 你的文字在哪 文字在這裡 那第幾個字開始呢 把剛剛的功能貼上 貼上之後 記得要加二 為什麼要加二 你說老師 不是加一就好了嗎 沒有 因為這邊剛好有個空白 後關號的位置 第七 第八 第九 OK 所以第九個字 取幾個字 Lumber choice 是取一個字 那你可以看下方 是不是得到二 如果得到二 那就表示你一個公司 應該是沒錯 公司就這樣 按確定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那當然如果你說 你要練習什麼 欸 學式 刮鬍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怎麼做 刮鬍裡面的資料 其實就找前刮鬍的下一個字 就好了 所以其實 比照辦理一下 有沒有 再插入一個什麼 學碩士好了 然後fine 然後 再一樣 前刮鬍的 後一個字 比較簡單 所以前刮鬍字緣 加一個前刮鬍 然後 它的位置 在這邊裡面 找找看 第五個字 按確定 那一樣 再把這個公式解下來 再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 因為它在中間 所以用middle函數 mid 這個就是mid mid middle函數 這個資料裡面 的 第幾個字開始 前刮鬍的位置 找到之後的下一個字 加1就可以了 然後 要幾個字 一個字 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 學碩士的佔比 那就出來了 有沒有 碩士 就碩士 學士 就學士 那這樣的話 其實就蠻快的 當然如果你不會這些方法 就麻煩了 變成你可能要 以前的圖法鏈鋼 點兩下 Ctrl C C Ctrl V C 當然一定是很浪費時間的一件事 所以這個是上個禮拜 比較特別我們做到的 就是 利用 這個是Find跟Labs 這個是Find跟Mid 那我又多補充一個 OK 然後就分別把什麼 把這邊的這個圖給畫出來 上個禮拜有做了一個 那個 系所的佔比 哪個科系最多 我取前五名吧 年級的話 因為只有四個年級 所以不用特別做一個比較 所以把年級 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最多 然後畫一個圖出來 那 今天有特別要多一個 學術詞 也許你們待會兒練習一下 這邊再插一個學術詞吧 那待會兒的話 我們除了說 要 把上個禮拜的 這個 函數複習之外 待會兒我們要來 做一個按鈕 我是希望說 這個如果每次 每天都要重新再來 輸入公式 是蠻麻煩的 那我如果希望呢 能夠在旁邊多個按鈕 按下這個按鈕的話呢 它可以自動幫我 把這三個欄位的資料 也就全部一次完成 我根本不用做任何事 按個按鈕就完成的話 那這邊應該怎麼做 這邊 待會兒就是要寫一點VBA程式 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請各位先把 上個星期的這個範例 選個資料 那位置記得 在那個什麼 範例檔案裡面 這個是新的範例檔 那你下載之後 找到這邊 有一個叫選客資料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對呀 我們先 就